今天我们谈一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问题 各位投资人或者是出界人或者是金融受害人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主要谈一下第三方支付的问题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当初非法集资的这些人募集资金的时候 他都是用银行卡用银联的卡去划卡支付 就是你这个钱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 划转到某一个倡户上 并不是所谓的 这个叫什么 就是募集资金的这个公司的账户 就是你的银行卡上的钱并不是直接打到这个公司的这个 就募集资金的这个资金 就是诈骗犯的这个公司的账号上 并不是这么直接划过去 而是通过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支付平台 完成的支付 转到先转到一个资金池 就是这个公司的资金池里面 然后呢 再从这个资金池转到什么地方 你后面你就不知道了 你只知道你划了卡 然后你这个卡 你自己卡上的钱呢 转到了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支付平台上面 而且是通过银联系统转过去的 而且呢 这个银联呢 它这个支付平台呢 它是要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就你有这个支付业务的这个批准 你才能从事这个所谓的这个支付业务 对社会呢 开展服务 据我观察呢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募集资金的这些公司呢 它跟这个银联的这个第三方服务平台呢 签协议 然后呢 给一定的服务费 就是说转一笔账 它抽 抽提成 就是第三笔 第三方平台算不白干的 它要从这个每笔交易里面 它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所以说它干这个事就有积极性 而且它是非常 就是说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如果说你这个平台呢 是请了一家就是 不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金融这个支付业务服务的这个提供商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去告他 现在呢 就是说不管你是是否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我现在因为我这个投资人或者是金融受害人 我承担我现在有损失了 我知道现在这个是非法的了 而且我们现在是非法这个所谓的定性的是参与人 非法集资参与人 那咱们又有个问题出现了 那你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 你帮着这个 所谓的这个募集资金的这些公司 这些骗子公司 来开展业务 你算不算参与人呢 而且你还从中得到好处了 你算不算参与人 很明显的这就是参与人吧 如果说你各位 就是说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吧 第一方面就是说 他这个资金池里面资金越来越多 从投资者那个角度来讲呢 你每个人都有一个银行流水 你打出来以后 你一看 你上面有一个账号 收款账号嘛 就是就是吸收资金的这个资金账号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上面有个有地点 有这个账号 我的这个账号呢 是 就是通过这个益胜牌的那个 那个就是什么 交款的那个泡子机走的 他走的是 银联商务 银联商务的这个收款平台 所以说呢 现在呢 这个如果不出事的话 这个第三方平台啊 也就没事了 他这笔钱也就赚到了 如果现在是 吸收掉所谓的非法集资这种事呢 他这个跑不掉了 就是他是一个所谓的非法集资的参与人 然后呢 我个人觉得啊 因为我现在不是特别了解这些法律上的问题 就是说 这些这个 他这个协议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集资的这些公司啊 国家有些规定 到底怎么规定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既然你这个 被这个法律判为这个非法了 就是所谓的非法集资的案件了 那你们 所有签证方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那个第三方 治不平台呢 往往呢 不被大家注意 大家的这个想法呢 都是啊 我这个所谓的这个资金呢 肯定是转到了这个 转到这个叫做木基资金的这个公司账户上 我具体我看了一下 其实根本就不是 都是通过报纸机 通过银联 先到一个资金池里面去 然后呢 你这个资金池里面 这个资金池里面的资金呢 跟这个所谓的投资人没有关系 然后跟这个银联的这个服务商呢 就第三方平台也没有关系了 只跟谁有关系 只跟那个木基资金的公司有关系 他可以把这个资金池里面的这个钱 转到任何地方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说银联的这个 第三方支付平台呢 他是相当于出面 用合法的身份 干了一件不合法的事情 就是这么回事吗 现在呢 就是说 作为投资人 或者是 叫什么 租借人 我完全可以去找这个 我凭着我这个银行流水 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个白纸黑字 我去起诉你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 因为我的钱并没有 因为我的钱是直接通过你 转到这个 叫什么 就是木基资金的公司的这个账上 至于说 至于说后面的事 那都是公司的 我只跟你发生关系了 而且我的钱呢 并没有直接跟那个 木基资金的这个公司 发生关系 而且我也不知道 你把我这笔钱 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我必须找你要 至于说你跟 木基资金的公司的那协议 服务协议是怎么签的 那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现在我只肯定 我的钱是通过你的手 转到 这个木基资金的公司手上的 而且事先呢 我并没有约定 好 我并没有约定 我的钱必须从你的账上 或者从你的手上 转到 这个木基资金的 这个人的手上 而且现在是判了这个 非法的这个定性了 所以说呢 你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呢 就是说银联的 你为这个非法 这个基资的这个公司呢 提供了服务 你你现在是帮凶 所以说呢 我必须找你要钱 而且至少呢 就是说 我的本金是通过你转过去的 所以说你必须把我的本金 还回来 至于说你跟那个 你资金的公司去怎么样 那是完全你们之间的事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只是说 把这个 现在这笔资金呢 我说通过你的手 通过你的泡子机 就是你银联 必须负责 把这笔钱还给我 因为现在出事了 如果不出事 我也不追究 现在就说 因为出事了 而且你是这个帮凶 所以我必须找你要 而且就是说 我这个 我当时通过你的泡子机 转了多少 我现在就要求你还给我多少 如果你不还给我的话 我就起诉你 现在呢 就有的人就说了 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呢 都是经过中国人民行批准的 而且是合法经营的机构 他并没有拿 并没有这个 犯罪的主观医院 他也是 为了盈利嘛 经营 那我说了 既然你拿了好处 你替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 目击资金的公司 骗子公司办了事 那你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现在呢 就是凭说我手上的这 这个叫什么 白纸黑字 打印出在银行流水 转账记录 我去找你要钱 因为我跟你没有任何合同关系 你凭什么把我的钱通过 凭什么 我的钱必须通过你的手 转给这个骗子公司呢 因为我 我又不认识你 我当时也不知道你是你在这个里面起这个作用 你当时并没有告知我 告知我就是说 你这个是个第三方的平台 而且这个钱呢 并不是直接转到这个目击资金的 这个公司的账号上 你呢 就是说你这第三平 第三方平台呢 就是说犯罪嫌疑非常大 而且你是充当了一个这个洗钱的 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把把这个钱啊 洗洗白 所以说呢 我必须找你要钱 而且你没有理由拒绝我 现在呢 就是说我就凭着这个银行流水 这白折子 我找你要本金 因为我的本金是通过你转的 我转了多少 我现在就要你赔多少 其他的利息呢 什么我找这个骗子公司去要 就是分成两部分 本金我必须找你这个第三方支付来要 其他的东西 我可以比如利息 我可以找这个骗子公司来要 我也知道可能要不回来 但是呢 就是说我至少我本金 你必须负责 那有人说了 这个他们这个是有资质的 服务是有资质的 是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的这个支付平台 那我说了 如果说你是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批准的 那更好了 那就说你的所有的业务 出了问题都应该由中国人民银行来负责 就是所谓的谁监管 谁审批 谁负责 你中国银联出了问题 不怕 因为你后面是中国人民银行嘛 你这个银联赔不起的话 你让中国人民银行来赔 中国人民银行当然非常有钱了 中国人民银行现在是央行嘛是政府 你政府必须来赔 所以说我告你这个中国印链我是告定了 我告你这个中国央行我也是告定了 再有呢告你中国政府也是告定了 因为是你们违法了 你违法审批了 而且是充当了这个犯罪这个分子的这个帮凶 所以必须有你们承担责任 所以说呢 第三方支付平台呢 你必须赔偿或者赔偿 对赔偿这个受害人的赔金 因为是通过你们的手 你是在这个不知情的方向转的 所以你当时不把这事情说清楚 现在的事情慢慢水落石出了 就说你中国银联必须承担责任 然后你中国人民银行就是央行 你必须承担责任 然后你中国政府呢也必须承担责任 偿还这个本金 受害人本金 好吧 先说到这里 都没有一定会尽口 你完全是谁 优优优独带 都没有人 就不管这些人 我一定会尽口 有点 感谢观看